蓝花浇水有多难呢 有些朋友跟我讲 蓝花呢 浇水浇多了 冷根浇少了 空根或者是黄叶枯叶 那么前几天呢 刚刚有位朋友在网络上给我留言 说冬天蓝花隔几天浇一次水啊 然后呢 所以说我自己的吧 我的蓝花呢 在春夏秋三个季节 全部是露天的 只有冬天是盖了塑料膜 那么在露天状态下呢 碰到那个梅雨季节 连续下雨 每天下雨连续 有些时候十几天半个月都有的 连续下雨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淋雨 它不会烂根 这冬天呢 我的浇水呢 就是就说最近这一次吧 12月15号浇水到 到10 到元月10号 就是前天 刚刚再浇过一次啊 中间相隔的是26天 其实如果是元月10号不浇的话 一直到12 到元月下旬来浇 都没有问题 相隔一个多月都没有问题 那么朋友可能会犯疑啊 会质疑 为什么连续下雨 不会烂根啊 相隔一个月 再浇水 不会干枯 不会干液 不会湿水呢 这呢 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 两个条件 第一个 就是环境一定要通风 湿润 那我这个地方呢 把塑料膜测掉以后 通风条件呢 非常的好 然后外面呢 就有一条小溪啊 在春夏秋的时候呢 那个微风带着小溪的水器 它会吹过呢 这一块的空气湿度 还是比较高的 啊 通风好 那么 它下雨就不怕 兰花就不怕淋雨 第二个就是 冬天的时候 我们 呃 时隔一个月 不浇水 蓝花不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 就是要有资料 之前我们讲过资料 有三要素 第一个是 疏生透气 第二个 保湿溺水 第三个是 肥溺持久 那么这个保湿溺水 啊 第二项 这个保湿溺水 是非常重要的 溺水 它不会积水 保湿 它的资料里面呢 就会 呃 长时间的 有一定的湿润状态 不会让蓝根呢 缺水 呃 配置资料的时候 如果你光是 达到了一个 溺水的标准 那么你很多东西 都可以的 包括食指 砖块 啊 纯素皮都可以的 啊 之前有朋友说 纯素皮 重蓝花 重不好 确实重不好 就是因为 它这个保湿方面 不太好 啊 我的资料呢 很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我的资料的配置的时候 就比较注重 它这个 保湿和溺水 保湿溺水 它并不是矛盾的 它不矛盾 你像这个树皮 它的作用呢 就是增加这个盆土里面的空隙 啊 它可以溺水 浇水下去以后 可以很很快的就渗透啊 流掉 不会在这个盆土里面呢 造成积水 啊 这种的腐烂的果壳呢 它腐烂以后 它的吸水量是非常大的 啊 简单的说 用一个舌皮袋 装满那个干透的果壳 大概重量呢 是20斤 如果把这一袋 一舌皮袋的质料 让它充分的吸水 啊 这个果壳 干果壳 让它充分的吸水 吸满水以后 它的重量 可以达到150斤 啊 就是什么概念呢 它可以吸入自己 重量 自身重量 啊 六倍多的水分 它的保水量 锁住水分的能力呢 非常的强 啊 你看这些浇过水以后 几天呢 感觉还是很湿 但是这种湿 它是把水分 紧紧的锁在这个果壳里面的 不会 不会在这个盆土的空隙中 形成积水 所以对南根呢 没有影响 它这个水分呢 是缓慢缓慢的释放出来 啊 也就是说吧 这个植尿达到这样一个保湿 保湿溺水的标准的话 那么你在 你的兰花浇水 就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方便 啊 这么说吧 如果你的植尿 配置植尿的标准 达到了保湿和溺水 那么你在浇水的时候呢 就会 简单的多 方便的多